今天我们讲一些 今天下午更新的一些新功能 今天我们下午更新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绘制的一个功能 也相当于一个新的工作流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BOS的工作流 那今天呢我们讲另外一种工作流 因为我们有些客户 他还是喜欢从CED里面参考CED去画图 所以说我们就开发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流 好 那我们直接开始进入正题 然后那我们直接开始 那今天呢我就不是小飞飞了 今天我是珠穆什么彩蛋小能手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用户提供的 提供了这么一个柜子 你看我们直播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别人直播要刷礼物是吧 我们直播只要客户提供这个素材就行了 OK那我们这里有个CED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一个什么CED导路的 CED导路的这个功能2D转3D 但是有些时候呢 是引到一些什么比较背板的一些结构 或者一些奇葩奇葩结构的 它处理起来还是比较比较累的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方法或者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事 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我们的一个新的功能 转定步还是一样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是要参考这个CED去画的 是吧我们参考CED去画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CED图 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图就行了 当然你测试图肯定还不耐心 我们得有正式的 OK第一步呢我们就讲到矿选 是吧写块写出去 W这应该大家都知道W写块写出去 顺便我讲一下这里 很多人就是说对单位啊 他有个 就导进去有啊 很多人导CED导进去有 它的尺寸会放大是吧 或者缩小 反正跟你实际CED画的 跟你想的导进去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顺便讲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就讲 我们在这个写块的时候 这里有个单位看到没有 这里选择毫米啊 是第一个 啊毫米 然后呢 这个CED啊 这里点点点点进去 这里其实可以选择一个什么的 选择一个版本的 那这里呢 尽量啊 因为我用的是18的 32加018 那你这个你CED的版本不能高比18 就是你是17以下的都可以啊 所以DWG的格式啊 我们尽量就是啊 17以下我这里选择03就选了 然后呢给他一个名字啊 新块吧 随便然后点确定保存 啊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图导进去 导进去 以后呢 我们第一步操作要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设置一下单位啊 不然你的单位不对的话 那个比例就是会会出现 我说前面说的那个比例不对的问题啊 那怎么操作呢 文件啊 这里有个导路啊 是吧 导路你这里选择DWG啊 DWG啊 DWG的格式 然后这里有个选项啊 啊 这里有个选项啊 然后呢 你们只需要在这里把它改成毫米啊 合并这两个勾选上就行了 确定啊啊 然后这里其实你要不要点导路都无所谓 我只是要确定一下我这个选项 知道吧 我保证我这个是毫米之类就行了 啊 然后这点取消就行 啊 你都不放心 你可以点一下确定啊 导路一张图啊 啊 OK 然后进来以后呢 当然有些人可能用过草图 他知道我们这里可以导路是吧 我们可以导路一个CAD 啊 前面就说了 这导路CAD 我们直接可以导进来 啊 导路我们刚刚是这个新款是吧 但你导路进来 你会发现呢 它在平面了 那我画围子肯定是理解 我们可以用Q的工具给它旋转一下 是吧 啊 那这里呢 其实我推荐大家用 用我们这个工具啊 就是二维转三维 它会自动给你旋转的 所以说我这里呢 先导路CAD啊 啊 我们点这个新款 它就导进来了啊 导进了 导进来以后 其实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参考 我不是用它来还原CAD的啊 你们这个具体怎么还原CAD 我这不多讲 点一下它就会转换了 吧 但是你可能要处理一下细节 比如它像中文具要处理一下 但我今天呢 不通过这个方式来做 我们怎么做呢 哎 我们导进来以后 我们右键啊 给它创建一个组 为什么要创建组 因为导进来以后 它是单独的一条线的啊 所以我给它创建一个组 这样我整个后面 我后期啊 对它进去啊 删除啊 移动啊 什么会方便一点 OK 好 导进来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方法了 那我今天不讲BOX 我们直接掉代码 是吧 我们激活失去内控 你们可能是F3或者什么的 是吧 我输入我的代码 比如说220回撤 那在这边 大家看到这里会多两个按钮啊 更新过的 大家可能会有啊 没更新过的 别着急啊 回头会慢慢更新了 会有两个按钮 一个叫对角线绘制 一个叫线绘制 线绘制呢 如果大家看过视频呢 其实跟这个方式是一样的啊 看过我们 我们那个教学视频的话 我们这里不是有绘制吗 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是吧 我们可以线绘制 就画条线啊 然后呢 这样摆一下 它这个绘制就算了 跟着我们的这个 形状来是吧 我们这里的 它的高度和深度 是按照我们这个线来的啊 就是已经按照这个参数来 然后这个宽度这里啊 我们直接是按照 我们输入的距离数字来的 这个叫线绘制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个什么 对角线绘制 对角绘制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先试一下 我们点它 哎 你发现点 它会拉出来一个面啊 它会拉出来一个面啊 我这里做个参考啊 让我拉一个面 是吧 哎 你看 它可以这样对角先画一个 是吧 当然你 我们也可以随意的自己去画 是吧 那这里有延估出一个问题 比如我随意画 我怎么确定它的尺寸 比如我想确定它的宽度 它的高度 甚至于来说它的深度 我们怎么确定 这个呢 就比较简单了啊 比如我们看到 我们进行这个工具以后呢 你看右下角这里其实有个尺寸 比如我现在速度一米 空格两米 2000回车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一米 乘两米 对一个规则 但深度它三百五 那我怎么去控制它的深度 我们怎么去控制它的深度 其实这个呢 就像是说更简单了 我们在这里确定好它尺寸以后 速度逗号 逗号比如说五百 那它这个深度就是五百 五百 逗号五百回车 OK 然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我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 我都是从下往上 是吧 我都是从左下角往右上角去绘制 是吧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遵循一个规则 就是你绘制的时候 从左下到右上 或者右上到左下 比如说我现在 我要画这边侧面画一个规则 我可以这样画 是吧 从右下 右上都左下 你看它有个图出来 你如果是这样画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从左上往右下画 你看 它跑里面去 是吧 它是不对的 这个我们正确的做法 对象性位置 我从左下 我从左下 往右上 被挡住了 就绘制方式 大家去看一下 OK 然后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我们直接可以激活代码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对接下来 你这个深度其实都可以 不用管它 因为我最终 我从这个点拉到这个点 它可以捕捉 对吧 然后我深度 我现在在 鼠标到这个点的时候 你不要动 你也不要点它 就移动到这 然后我输入逗号 比如说我350 回车 它就350 它就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继续汇值 是吧 我这边 让我再到这边 到这个点 它就会出来 我们把柜体框带 它就会有了 然后接下来 可能我们来看一下CD 它这个我前面看了一下 它CD下面 你看 它整个是往里面缩了 缩了一个20的 缩了一个20 所以说我们现在 顺便来缩一下 就是很多人 我们去调这个踢脚 现在相当于我整个这个底板 还有这个踢脚线 包括这个支撑 都得往里面缩 是吧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缩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这样双击进去 我们可以框选 交叉选 把这个我们想要 移动的物体都选中 看到没有 选中 然后我们可以这里有个 超级推浪 记住进去选中 超级推浪 比如说我现在点的这个 我输入20 它就往里面缩20 然后你们看顶板 顶板没缩 没事 顶板你可以有各种方法 是吧 我可以通过这个调整板键 点它 往这里缩20 也可以 那这样我就往里面缩了 记住一定要是这个方式 双击它 我在这里操作一下 框选 先框选 你想要让它变的物体 你不要直接在外面去推了 双击进去 然后超级推了 然后这里输入 20 这个当然你可以单独选择 它推一下也可以了 然后我这里往里面推个20 也可以 我再用调整板键都可以 我先把框架做出来 有框架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再分割内空 大家都知道我们内空是可以通过板子来分割的是吧 这里讲一下这个板子的新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我正常放是吧 我要输一个高度比较500 它就下面500 我斗号500就是上面500 那我均分是吧 我除以3 那我怎么定位到这个点上 是吧 我怎么定位到这个点上 你可能说 我这个岛慢慢捕捉 是吧 也能捕捉到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这样去慢慢移 是吧 黄黄太多两个 我们讲究了一个效率 那怎么办呢 你随便点一下 随便点一下 没关系 然后你按住去的键 在这个点上再点一下 它就过来了 我们就可以创建了 同理啊 比如说我这里 整个这个备板 这个备板 下面两个备板 是吧 我再中立板 是吧 比如说我据中的 我可以出一二 是吧 这个创建没问题 那你可以这样点一下 然后按住shift的键 在这里点一下 来 它就过来了 好 方向有了 我们再给它加内空 是吧 我们这里就可以通过内空 记住啊 这个我是往里面说的 所以说我内空呢 你们逝去的时候 注意一下 以哪个为参考 我这里给它添加一个宝贝板 好吧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往里面做这些分割的 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工具去做 我们整分具体 比如说我这里要 要画这个 这里放一块 我先点一下 然后按住shift键 点一下 好 这时候啊 你不要再重新激活 也不要创建板间 你继续按住shift的键 它会复制一块板子出来 你再按住shift的键 再点 它就会复制一块 我再创建 你看 它就创建两块板 明白吧 那这边 比如说按住shift的键 点一下 它就移动 记住啊 这第一次你按住shift的键 点的时候 它是移动板 当你第二次按住shift的键 点的时候 它就是正列板件 它会给你正列出来 这比我们之前 比如说我们去输具体的数值 或者干嘛 方便一点 尤其是像这种板子 比如说我这里 这里放一块 我还不管它具不具重 记住啊 点这个点 点左下角的点 它是有一个位置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座位都是左前向 所以你全点的时候 也是相当于一个左前向的点 比如说我们之前 像我们这种 我们之前可能大家都知道要输比例 是吧 什么一比 一冒号一冒号二冒号一 一冒号一 一冒号二 二没输上了 冒号一 是吧 你这样输 它也能出来 是吧 但是你得打这么多东西 现在我们就比较简单 点它 按住shift的键 我先确定第一块 然后呢 二组续的键不放 我继续点 就完事了 啊 然后再创建 是吧 这个板子就好了 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 随便选点 二组续的键点点一下 啊 然后再入去 再点一下 诺键创建完成 是吧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做到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原来的这个技术上 比如说我们在均分啊 或者在干嘛的技术上啊 我们又做了一个 啊 让大家更多选择了一个功能 啊 当然你可以这样点啊 都不影响啊 OK 啊 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啊 做到这么一个内控这个板子啊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这么去做啊 前提是我们有cd的参考啊 啊 那我们把这个柜子再细分一下 这边我就啊 不给大家怎么细讲了啊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更新的双方 更新的内容不是特别多 但是都比较有意思的啊 OK 那我们接下来加门啊 那很多人 其实对这个门啊 你看他这门是落地的 你看 你看这边就知道 他很多人对这种门 他不知道怎么加啊 加完以后呢 他也不知道怎么调整啊 我就得给他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要做门 是吧 我正常是11 你看他这里呢 没有往下盖 是吧 没有往下盖 啊 没有往下盖 那我没往下盖 很多人就想了 哎 我不是可以支持代码吗 比如说11 控格 上盖 比如说我上盖是 多少呢 上盖是 0 上盖18 是吧 下盖我会盖多一点 比如说60 左盖 9 右盖 18 是吧 他也能下来 但是你下来以后 他有个什么问题 大家没发现 他的你的脚链位置 他会跟着一起往下走 除非你是自己系统做的门 你通过这个盖子去控制 他这个脚链的位置 正常情况下 你如果调用系统的门的话 他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问题 啊 比较遥遥 把他加好以后呢 别着急 我们用调整板 按住输入键 可以多选 你知道吗 我这里输入复制就行了 比较复务识 他就下来了 是吧 他的脚链位置 他不会不会变 就跟你原始的 一个脚链位置是一样 啊 OK 那这个就是调整这个门的 啊 好 然后上面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啊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画一下这个 画这个封板 我先把这个延伸上去啊 啊 比如说 呃 五 五十 啊 对 我看一下是多少 T小是六十 是吧 我先给他一个负的六十 负数是添加 然后我现在又画这个啊 画这个封板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第二个代码 七七零三 啊 你这里其实都不用管啊 你不用管 管这里啊 这里东西 其实任何东西 想画一个 就想画一个高度是多少呢 六十 深度假设 我深度不控制他 我就是高度是六十的 然后宽度是这样的 你这里都不用管他 我直接点 绘子啊 然后这里直接输高度六十 回车 然后我再开始画 你知道吧 哎 画到哪呢 其实画到这就行了 你这样不就对角了啊 因为我高度已经确定了 所以你只要画线就行了 我画到这就行了 他就画出来了 那同理啊 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说这样 他其实就不是画一个对角线了 我直接画线就行了 点没选好 我刚才选完了 我们只要画线就行了 这也是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在激活这个东西以后啊 我们激活这个绘制对角线以后 你看到没有 他第一个输的是高度 知道吧 我确定好高度以后 比如说我高度是两米 然后我就开始画 你就画直线就行了 一米 我就是两米乘一米 知道吧 那你深度我前面讲了 你可以通过逗号去控制他 是吧 在你确定啊 之前用逗号多少深度来控制他 OK 那像这个 这个围园也是一样的 其实也比较简单 这个回头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然后包括这个这里 他其实有灯带了 我们加灯带其实可以这样的 可以批量这样的 知道吧 比如说他这里有灯带 你可以多选这个 多选了 这个都是灯带 你可以按住修复键 多选那个空 知道吧 这里也是 这个好像 这也是 我们直接输601 他全部都会把灯带 所有的灯带加上去 一次到尾 把这个隐藏调看下 你不需要一个内空去选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他只有一个内空去选 感觉也挺快 是吧 其实这个还是更快 OK 你可以多选这个内空去添加 好 那么 这个啊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其实主要讲的这个 就是对角线绘制 大家记住啊 就是一个 你激活以后可以 限制它的高度 是吧 限制高度以后 你去绘制就行 第二个就是 我们在调整板件的数 在这个 填调板件的数 我们可以移它的位置 安住修复店可以移它的位置 第一次 第二次 它就是复制了 记住啊 第一次是移动 第二次就是复制了 你可以点任何点去进行复制 没有意思吧 OK 这个是主要功能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讲几个 之前更新的 然后呢 也没说的 没说的点 一个小功能 可能大家都没注意到 首先第一个这玩意啊 很多人都问啊 刚开始更新的时候 哎 这玩意我想关掉 我靠 我是老手的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你是瞧不起我 是吧 你给我个新手工具 那 问这东西怎么关啊 这东西怎么关 其实很好 很好 很好管 在这个全局里面啊 然后在报价生产里面 怎么全部调整灯 我再说一下吧 等会啊 然后在其他里面啊 这里有一个这个 新手工具来 你把这个点成否就行了 保存一下 啊 你再选择柜子 它就不出来了 本来你选择柜子 它出来了 OK 然后我们这里说一下 那个 怎么调整灯啊 比如说我这个灯带吧 好吧 假设我现在 我默认巨钱是多少的 巨钱是100的 我看一下 应该是100的 那比如说我某几个灯带 我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上面的灯带 我不是100的 这四个灯带 我可能巨钱是50的 或者多少的 那我要单独对它处理 你们可能不 很多人都是一个个去编辑的 选择一个编辑 其实不需要了 多选 按住修转度 右键编辑参数 然后在关键带这里 比如说灯槽 我在这儿啊 假设我现在就赶灯槽 你这里可以双击 这里会有个应用多选 看到没有 我看这儿50 应用多选 它其实就变过来了 看到没有 整个 所有的都过来了 你可以多选一起改 当然 你要是再深入下去 比如说我这个灯带 我可能要不同尺寸的 不同尺寸的 那你可以回头去看 我们的视频 就是我专门讲过一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通过这个代码去调解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 这里全局以模块代码 你们回头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因为我在这里添加好了 这个 是吧 有个601 那我在插入灯带的时候 601 灯槽前去 灯槽宽 灯槽深 是吧 我在插入灯带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控制它 601 6.1 601 空格 比如说我前距是50 宽度 灯槽宽 20 灯槽深 10 那它就会按照我的这个栏 是吧 这个还是50 然后它宽度就变成20 我用替代量 我这个柜子是有这个撞色的 是吧 我这几块板 我就这个颜色 是吧 撞色处理 好 然后呢 我们跟业主去沟通 哎 这个颜色不好看 我想换一个颜色 是吧 我想整个柜子换一个颜色 或者我这个撞色的这个板 换个颜色 那我们之前怎么做 我们之前是不是 选择它 然后呢 再重新找颜色 是吧 哎 再找颜色 哎 这样一个点过去 是吧 还那几块板 还好是吧 你如果一百块板 或者两百块板 你除非要再点两百箱 手都给你点材料 那怎么办 我们右肩啊 边探索 这里有个材料 那么在这边会列出我们 场景当中所用的材料 是吧 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改这个灯蛋 就是啊 不是灯蛋 就是我这些板子啊 我把它单独换一个颜色 啊 你可以点一下这里 它就会弹出来了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去找我们想要的板子 颜色就行了啊 我找一个少一点的 找一个这个吧 哎 你会发现哎 它就改了 那通力啊 它柜体的也是一样的 你看它柜体材料 这九厘米 九核是18的 我比如说我把18的给改了 我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 是吧 是吧 啊 那久的我也给它换一下 久的我给它换一个 啊 有颜色的 把它看得清楚一点啊 这个我的纹路不是特别明显啊 我要换这个 是吧 你可以按照它的颜色进行去提换 就是按照厚度啊 你可以在这个边材料里面 可以单独的每个颜色进行控制 啊 非常详细啊 包括门板颜色是吗 都会有 OK 那么 当然我们后续会有个样式包出来 那更容易啊 就是你可以特定 你这个门型或者某一块板 你给它指定啊 某一种颜色 它只能在规定的颜色里面去选啊 那其他颜色 它使用不了啊 可以 更新出来 OK 这个样式包的更新出来以后 我们都会再做进行的 这个体训啊 OK 然后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跟打孔有关的 也非常 也不能说非常实用嘛 但是可能偶尔会用不到啊 OK 比如说这个吧 我刚好这个灯带没有打架 像这个啊 我灯带打架了 是吧 或者说某些特殊情况下 某些特殊情况下 我需要对这个 对这个孔啊 进行操作 那大家可能有些老鼠知道了 是吧 我通过边材数啊 然后呢 调整板件打开 然后呢 在这个 物件里面 在左侧面点点点 给它加预留 是吧 加二十的预留 哎 点一 哎 它就能移开 是吧 它能避让开 这个孔洞了 再多一点 加五十 点下一 是吧 它可以避让开 但有些时候呢 某些情况下 这个东西可能满足不了我 满足不了我 比如说 我就想就在这 我就想打 我这边就打两个 我这边就想打 打两个啊 我这边我就想打三个 我不放心啊 我这边可能沉重的多一点 或者干 我就想让它打三个 怎么办 你连接里面 一直 这个区间一直搞了两个 怎么让它变成三个 那很多人说了 哎 不是有这个功能吗 是吧 哎 我们这里有一个 点选拉松范围 是吧 我们给它 选择两件 右键直选两件 我框选它 是吧 我外轴方向 比如说五十 这里有个复制 点拉松 哎 这也可以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给它删了 你再打 它还是两个 哎 是吧 我怎么一直保证 我就是要三个呢 这里就会用到 我们今天新的功能 我们调整半件 打开 在这 是吧 这里有个自定义比例 看到没有 自定义比例 我把这改成零 自定义比例 我们怎么写呢 首先比如说 它是从前往后 应该跟不点方向有关系 七十点是前 它是从前往后 比如说我第一个位置 我去前五 五十 我打什么呢 这里写个A 等一下 大家说为什么这里写A 然后呢 中间 我按比例分 一个 然后呢 我再放一个A 知道吧 再写好 再放一个 再A 再后面 五十 我现在一个A 就是一个连接件 我们来试一下 你发现它就打三个 看到没有 这里就打三个了 这边还是两个 然后呢 我去给它删掉 它还是 三个 看到没有 这个我可以单边的去改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渗入下去 这个A是什么 是吧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吗 这五十就表示 巨前五十 这个我放一个 然后呢 一 一表示什么 这个距离 我就均分嘛 一 然后再放一个A 是吧 这边也是个一 这个A 你可以把理解为 就是个五金 是吧 冒号五十 就巨后 那这个为什么填A 为什么叫A 这个大家如果做后台 或者自己维护后台 应该知道 我们在做这连接方式的时候 你看 我们填的是这个代码 知道吧 你比如说我现在打 假设我是G10这五金 那你如果想改的话 就是A和B 是吧 你可能会用到A和B 这两个代码 记住 这些代码 就是这个 你连接方式里面 其实跟部署方案里面 这个代码是一样的原因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普通人用不到 普通人用不到 那可能有些 我们一些 确实遇到特别 极特殊的情况下 是吧 有可能会用到 但是虽然也不是很平凡 但是有种比没有好 是吧 OK 那么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细节的功能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可能大家都很没注意到 就是我们之前 在报表的时候 我们在报表的时候 大家 大家肯定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是吧 我们在这个后台 是没有价格形式 是吧 但你发现现在有价格 你们回头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 这个啊 就这个叫附加费啊 附加费 是不会叠加的 不会累加的 现在也会有累加的 这个回头 你们直接试一下 比较 就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啊 之前比如说 你有十块版 附加费二十 合并在一起 他附加费 就是这里写个二十 虽然他总价是对的 但是他这里显示是错的 那现在呢 比如说你十块版 你这里是多少 他就多少 之前就是在这一列 他显示是错的 但是他总价是对的 他整个这个总价是不会有的 只是这一列 他没有没有把附加的那个值给加上去 OK 那么其实今天啊 主要讲的就这些东西啊 比较简单啊 因为更新的功能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都非常实用啊 尤其是讲的这个绘制啊 然后讲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强的一个新的工作流 因为我这个只是举一位的例子 如果大家如果经常做橱柜 而且有自己的橱柜模块的话 这个画橱柜啊 比用这个什么空间画风啊 或者是局面填加 这个肯定要快很多啊 那我们后续 后续呢 可能会再考虑在这里啊 因为都是看大家反应嘛 我们可能在这里也会加这个 那个对角绘制啊 现在是没有啊 现在只能是直线的绘制 直线的绘制 那也可能 我们不排除在这里啊 跟他加一个对角绘制 什么这样你所有的库啊 你只要找到他 你的对角绘制 你再画就行 长安高直接输入 这个根据大家的需求吧 先大家先更新一部分啊 再让大家尝尝线啊 然后呢 给大家就是更多啊 提这个意见的机会是吧 啊 不能 OK 然后呢 今天差不多就讲这啊 比较简短啊 这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次是吧 啊 啊 我再答应一下